刘玉玲时间 带给你生活中的广角记 就在刘玉玲时间 大家觉得非常的惊讶 一个就是小麦 就是小麦 尤其是美国的小麦 完全真相的说理 麦是不好的 所以现在你会在超市里面 看到很多都是叫做 没有膚质 gouton free的这种食品 就是不吃这个面粉 那现在另外一个说法呢 有新的说法是说 酸糖是不吃糖 那我们知道说 现在一般的知识 已经知道说 我们不吃白饭 白米 白面 就是这种三个白 里面的东西 就是没有营养的 是不好的 所以我们该吃 糙米啊 吃这个 hull wheat的东西 不吃白米 白饭 白糖 我们知道糖不好 那我们尽量也说 少吃甜食 可是呢 其实在这个糖呢 真的是无所不在 可怕的是 一碗白饭呢 居然是等于有 九颗方糖 这样的量 九颗的方糖 所以吃了一碗白饭呢 等于吃了九颗的方糖 那最近有一个 日本的医生呢 他就是亲自的 实践了 他三个月瘦了17公斤 就是怎么样的 酸糖 那我们说 尤其是亚洲人 我们不吃这个饭 不吃米面 知道米饭 这是蛮辛苦的事情 怎么做得到呢 那并且 是不是应该这样做呢 因为我们一直都知道 蛋白质脂肪 碳水化合物 就是并列为三个 营养素之一 应该是 有平衡的饮食 会比较好 那如果我们不吃 碳水化合物 会怎么样呢 可是这个糖分的 这个书里面说的呢 就是这个糖分的摄取呢 真的是要 非常的小心 因为以前的人 运动量非常的大 他吃了这个 一定要靠这个米饭 这个卡洛里 他吃了以后呢 就会消耗掉 我们也知道 像运动员 有时候早上 他们要去 做很激烈的运动 或比赛的时候呢 他们会吃一大碗的 pasta 吃意大利面 这样子 因为这个糖分 要变成卡洛里 变成能量的来源 是最快的 你吃了一大碗面 一大碗饭 很快就变成糖分 糖分 那个这个 马上就被吸收 变成卡洛里 就成功 你可以运动啊 能量就够了 可是呢 我们一般人 吃了这么多的 碳水化合物呢 它是消化不掉的 它消化不掉呢 这个糖就在 身体里面呢 真的就变成了一种 毒物 所以其实我们要 这个卡洛里 要这个energy的话 最好的来源 还是肉类 蛋白质 那最近也是 有一个新的观点 我们以前 大家谈之色变的 胆固醇 现在又说 其实胆固醇高 并没有什么不好 只是这个胆固醇呢 不要附着在 这个血管上 那这个 所以蛋呢 又变成是一个 很好的这个 营养的来源了 那所有这些 营养学的资讯呢 我们都应该要 小心的去看 然后 就是不要 行之过度 不过 这个糖不好呢 我觉得它这个 在这本 三天改变体质的 断糖饮食里面呢 讲的其实 我觉得非常的 有道理 并且可以 真的是试试看 那它是说 三天断糖 那什么叫 三天断糖呢 就是三天不吃 碳水化合物 请断糖 三天 那这个就 包括了 当然不喝这个 有糖的饮料啦 然后水果要 你看 含糖多的要减少啦 那米饭 这些是不吃的 那为什么 一定要三天呢 这个三天有什么用呢 因为人体的循环运作 大多都是以 三这个数字 为基准的 比如今天吃尽的碳水化合物 会在三天以后 成为体脂肪 而我们养成某种习惯呢 大概都需要三周的时间 我们知道 什么事情呢 如果持肢已恒 二十一天 它就会变成你的习惯 比如说你说 我早上要去跑步 或者去散步 去走路 这个呢 如果你可以持肢有恒 做成二十一天的话呢 它就会变成一个 很自然的习惯 所以这个三天 然后再来变成三周 三周呢 以后可能就是三个月三年 甚至一辈子 那这三天我们要做什么呢 这三天的这个断糖饮食呢 如果这三天你开始的话 应该会减少掉一磅 那你会觉得说 一磅没有什么 可是其实你真正手上 如果拿了一磅的 比如说那个cheese的block 或者是一磅的肉 你就会看到其实一磅是蛮多的 从你身上可以减掉 一磅的这个脂肪的话 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只要三天断糖就可以了 那这个三天呢 这个医生呢 日本医生呢 还做了一个三天的食谱 所以你看起来呢 其实是可以吃蛮好的 不是像平常说什么的爱饿啊 不吃东西少吃 早上呢可以吃一个omber 中午可以吃这个 他们日本人的这个酱烧的鸡肉饭啊 还可以吃猪肉加鲤汤啊 那在美国呢 我觉得其实是蛮方便的 因为现在超市已经有 无糖面包在卖了 那就像超市现在有很多 gluten free的卖一样 可以吃 所以这个三天呢 只要你开始注意 就是破解这个名字 就是什么东西呢 是不要吃碳水化合物 然后呢 其实并是断糖饮食 也不是说不能饮酒 然后呢断糖时间呢 就是不要吃 我们以为没有 就吃起来感觉不甜 以为它没有糖分的东西 米饭面包 啊 玉米 玉米粉 那当然饮料里面呢 尤其是像这个巧克力 牛奶啦 这些 都以为是 都是有糖的 那一次这样借糖 借三天呢 比你说 哦今天 就是少吃一点就好 因为 真的是 我们是一个习惯的 如果你三天的话 那就可以慢慢 这个是断糖 让你做一个 对你的身体呢 会把这个三天的脂肪 这个糖类就不会变成脂肪 那很重要的是 这三天内 一定要搭配运动 搭配有氧的运动 所以 就开始去 早上 晚上 下班 走走路吧 因为 我们就是 一年的开始 我们 好像很多人的 心灵系 希望都是说 要更健康 那也许 我们就从这个 三天的断糖 饮食 做一个开始 今天 刘雨林时间的节目 就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次再会